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顾着自己享受 非常享受那个过程 非常享受那个过程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我会说一下每一句话的意思 从前有爷孙俩进城赶集 从前有爷孙俩进城赶集 好,从前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好,从前有爷孙俩 好,爷就是爷爷 孙就是孙子 俩 俩就是两个人的意思 好,爷爷和孙子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进城 好,进就是去 好,去城就是城市 一个城市 去赶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赶集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赶集 赶集 他们一早去赶集 他们一早去赶集 好,在这里 这个一早 就是说非常的早 好,那他们一早去赶集 好,那赶集 就是去市场买东西 好,那现在 我们再来看一个clip 用到赶集 外国的哥哥姐姐 坐拖拉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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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集 好,那拖拉机 拖拉机 这个就是拖拉机 他们坐拖拉机去赶集 外国的哥哥姐姐坐拖拉机去赶集 外国的哥哥姐姐坐拖拉机去赶集 从前有爷孙俩进城赶集 天气很热 爷爷骑驴 小孙子牵着驴走 天气很热 爷爷骑驴 小孙子牵着驴走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天气很热 这一天天气非常的热 爷爷骑驴 好,我们看到这个照片 那在这个照片中 这个爷爷他骑着驴 那小孙子牵着驴走 好,这个小孙子在走路 那牵着驴,我们来看一下牵 牵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牵 牵 他牵着马慢慢地向前走去 好,那这个就是他牵着马 好,我们可以说牵着马 牵着牛 牵着羊 好,都可以 好,那牵 还可以说牵手 牵手 就是holding hands 牵手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牵着手一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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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很热 爷爷骑驴 小孙子牵着驴走 好,那图中 一位过路人 看见他们 便说 图中 一位过路人 看见他们 便说 好,那图中 图中就是 在路上 或者路上 好,图中 一位过路人 好,那一位过路人 就是在路上走路的人 就是过路人 好,一位过路人 看见他们 便说 这个便在这里呢 就是于是的意思 于是说 这位老人 图,他只顾自己 不顾他人 他只顾自己 不顾他人 好,他人就是别人的意思 他只顾自己 不顾别人 或者不顾他人 好,那现在 我们再来看一个clip 看他是怎么用顾的 热衷于去帮助别人 都是不顾自己 热衷去帮助别人 不顾自己 热衷于去帮助别人 所以是不顾自己 热衷去帮助别人 不顾自己 热衷于去帮着别人 就是不顾自己 这位老人只顾着自己享受 好,我们来看一下享受 享受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享受 享受 退休后,他开始享受生活 退休后,他开始享受生活 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clip 看一下享受在这里是怎么用的 非常享受那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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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非常享受就是很享受 那个过程 好,那这个字是那 在口语里,我们常常会发 那 那 好,那个过程 非常享受那个过程 非常享受那个过程 这位老人只顾着自己享受 让小孩子在地上走 让小孩子在地上走 爷爷想想也是 赶紧从驴背上下来 爷爷想想也是 赶紧从驴背上下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爷爷爷想想 他想了想 也是 就是这个路人说的是对的 也是 爷爷想想也是 赶紧从驴背上下来 赶紧 赶紧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赶紧 赶紧 他赶紧跑去帮忙 他赶紧跑去帮忙 就是非常快 赶紧 他赶紧跑去帮忙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clip 看一下赶紧是怎么用的 那我赶紧去做了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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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 当那在 then 的这个意思的时候 我们一般就说那 我们不说那 我们说那 好,那我赶紧去做了个实验 就是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一在口语里不用说 好,那我赶紧去做了个实验 那我赶紧去做了个实验 爷爷想想也是 赶紧从驴背上下来 就是马上 马上从驴背上 就是驴的背上下来 他在驴上 现在他要下来 让小孙子骑驴 自己牵着驴走 让小孙子骑驴 自己牵着驴走 好,那现在小孙子在驴上 他骑驴 那爷爷呢 牵着驴走 没走多远 又一位过路人说 没走多远 又一位过路人说 好,就是爷孙俩 他们没有走很远 又一位过路人 因为以前有一位过路人说 那现在又有一位 我们就说 又一位过路人说 好,就是 他们又看到 就是他们又看到一个人 这个人说 这个小孩子真不懂事 自己骑着驴 这个小孩子真不懂事 自己骑着驴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孩子真不懂事 这个真就是很 很不懂事 非常不懂事 好,我们来看一下 懂事 懂事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懂事 懂事 他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他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长大了要 懂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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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因为这是在口语里说话 本来这个要 是要放在 长大的前面 就是要长大了 要长大了 好,那在口语里呢 这个动词可以放在最后 这个动词可以放在最后 长大了要 长大了要 懂事了 这个小孩子真不懂事 自己骑着驴 好,我们看到小孩子 这个小孙子 他骑着驴 让老人跟着跑 让老人跟着跑 好,跟 跟在这里就是 是一个动词 跟着跑 好,跟就是 follow的意思 好,让老人跟着跑 一听此言 小孙子心中惭愧 一听此言 小孙子心中惭愧 好,那这个一听 这个意就是 as song as 一听此言 此就是这 言就是话 这句话 此言 一听此言 一听到这句话 小孙子心中惭愧 好,我们来看一下 惭愧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惭愧 惭愧 他心里感到很惭愧 他心里感到很惭愧 好,那我们现在 再来看一个例子 看一下在这个clip里 这个惭愧是怎么用的 每次我听到这个 我都觉得心里有点 惭愧 每次我听到这个 我都觉得心里有点惭愧 每次我听到这个 我都觉得心里有点 惭愧 好,那每次我听到这个 好,那每次我听到这个 好,我们这个 这 这 在口语里 我们可以说 这 这 这 就像那 我们可以说 那 那 那个 那个 我们可以说 那个 这个 我们可以说 这个 这个 好,每次我听到这个 我都觉得心里有点惭愧 每次我听到这个 我都觉得心里有点 惭愧 一听此言 小孙子心中惭愧 好,那心中 我们也可以说 心里 都是一样的 二人决定 一起 骑着旅走 二人决定 一起 骑着旅走 二人 就是两个人 两个人决定 一起 骑着旅走 好,我们看到这个照片 他们两个人 一起 骑着旅走 好,那 我们今天呢 这个故事 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一个视频 我们会把这个故事 讲完 现在 我们来复习一下 生词 感急 感急 爷孙俩 去感急 爷孙俩 去感急 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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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骑着旅 小孙子 牵着旅走 爷爷 骑旅 小孙子 牵着旅走 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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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 享受 一位过路人说 这位老人 只顾着自己 享受 一位过路人说 这位老人 只顾着自己 享受 赶紧 赶紧 这位老人 一听 赶紧 从 驴背上 下来 这位老人 一听 赶紧 从 驴背上 下来 懂事 懂事 又一位过路人 说 这个小孩 真不懂事 又一个过路人 说 这个小孩 真不懂事 惭愧 惭愧 小孩子 一听此言 心中感到 非常惭愧 小孩子 一听此言 心中感到 非常惭愧 好 那现在 我们来回答 几个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 第一个问题 爷孙俩 去做什么 爷孙俩 去做什么 对了 爷孙俩 进城 赶集 爷孙俩 进城 赶集 好 第二个问题 他们怎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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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城 赶集 对了 爷爷 骑旅 孙子 牵着 旅走 爷爷 骑旅 孙子 牵着 旅走 好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爷爷赶紧从驴背上下来 为什么爷爷赶紧从驴背上下来 对了 因为过路人说 爷爷只顾自己享受 因为过路人说 爷爷只顾自己享受 好 所以爷爷赶紧从驴背上下来 让孙子 骑驴 好 第四个问题 为什么孙子觉得很惭愧 为什么孙子觉得很惭愧 对了 因为又有一位过路人说 孙子不懂事 因为又有一位过路人说 孙子不懂事 因为孙子在骑着旅 爷爷在牵着旅走 好 所以这个孙子觉得很惭愧 好 那现在我来读一下 没有拼音 爷孙骑驴 从前 有爷孙俩 进城赶集 天气很热 爷爷骑驴 小孙子牵着驴走 途中 一位过路人看见他们 便说 这位老人只顾着自己享受 让小孩子在地上走 爷爷想想也是 赶紧从驴背上下来 让小孙子骑驴 自己牵着驴走 没走多远 又一位过路人说 这个小孩子真不懂事 自己骑着驴 让老人跟着跑 一听此言 小孙子心中惭愧 二人决定 一起骑着驴走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 也听懂了这个故事 我们下一个视频 会把这个故事讲完 会把这个故事讲完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影片 helpful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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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 那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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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